嗯 杰瑞呢 豆豆 我先出门了 地主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在备忘录给你留的东西 一定要看 杰瑞出门怎么不叫我 豆豆 我是汤姆 说好了一起出去玩呢 快开门 嗯 我什么时候约了汤姆 对了 备忘录 有人敲门 注意观察 熟人可以进去 家里门是脸部识别 他们无法打开 左边邻居 不是好人 紧要关头有汤姆 还有汤姆 房里的食物不能吃 可以出去买吃的 熟人可以进入的话 那么汤姆应该没啥问题吧 来了来了 嗯 可备忘录去 难道说 带有红颜色的字有问题 汤姆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可是 我在门外站好久了 实在太晚了 你先回去吧 那 好吧 现在安全了吧 豆豆 我来了 你快开门吧 啊 汤姆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怎么又 嗯 豆豆 你在说什么 我才刚来 是杰瑞给我发的消息 让我来找你的 怎么回事 两个汤姆 或者 他在撒谎 豆豆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不管是谁 又挂了吗 豆豆 豆豆 快开门啊 汤姆 太晚了 你先回去吧 我叫了汤姆 可以让他进来保护你 什么 刚才杰瑞不是叫我 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吗 保险起见 还是不要开门吧 汤姆 你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嗯 好吧 那你小心一点 怎么回事 肚子好饿呀 只能出去看看了 他应该走远了吧 啊 你 你是谁啊 我呀 是你的邻居 你男朋友走之前告知过我 这个点来给你送点吃的 杰瑞说的 我现在还无法判定 这红色到底是不是好的 还是先不要开门了 那个 我现在不饿 好 如果你饿了 可以找我 还是偷偷溜出去吧 老板 来瓶可乐 好 小姑娘 大晚上的快回去吧 外面怪不安全的 明白 安全到家 脸部识别错 啊 救命啊 救命 小姐 怎么了 没 没事 识别成功 谢谢你啊 小问题 嗯 这里的气味怎么有骨 等等 哇 杰瑞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就在刚刚啊 脸部识别成功 脸部识别成功 因为你会把脚丝放进去 我看看 我看见你 这回头 我看见你 你只会把脚子 有疮痕 稍微吃死了